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积极运动空间的负责人唐振先生 阿振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心路历程和故事 那阿振你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阿振 当初怎么会想要创立这个运动空间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起心动念是我原本是在大型监房工作 然后就是工作期间会发现 追的东西多数都是跟钱有关系 对,多数都是跟钱 因为你在大型监房公司需要盈利,需要赚钱 所以会请我们每位教练都是有一定的业绩 对,那你要去赚钱 然后跟你说你业绩越高,你赚的薪水就越高 对,但是其实是经过一段时间自己去审思 说这真的是我当初要做这份工作的目的吗 当然赚很多钱是很诱人的 没有错,但是这好像跟我原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心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看待他可以赚很多钱才做这件事情的 对,所以 我希望这份工作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或者我朋友 甚至说想要把自己变更好的人 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帮助到他 这才是我真正做这份工作的最主要的目的 对,所以我才会想说 开自己的工作是会比较容易去帮助到我们想要帮助的人 对,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念头 对 所以其实在别人的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去达到的 所以你选择跳出来自己创业 那阿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 真正去做了这样子的行动 是有遇到一个就是什么比较关键的人生吗 其实就是 我刚好是从 大陆工作回来 对,大概在约两年前从大陆工作回来 那工作内容也是跟健身运动这个产业都是一样的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有去思考我是要回 大型建坊工作 还是自己开一间工作室 对,那原因就会跟前面一样 就是可以做比较 但 我去 大型建坊工作会 当然 钱比较多嘛 收入会多 但是工作室才是真正我 比较好帮助到家人 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才会开始 那不然就做工作室 对 所以也没想那么多 这是一股 充劲而已 对 因为刚好是一个工作的断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抉择上你就选择了 创业吧 对 是 哇很棒 那阿正后来创业之后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在您的积极运动空间 比较主要的一个特色 以及你们就是有的一个服务项目有哪些 特色嘛 我们主要 是希望 给来我们这边运动的学生 当然第一是 我是很讲求效率的 那你在这边一定要有效率 我不希望帮你上课 帮助你是 只是单纯让你心里开心而已 对 有可能说 抒压啦 因为我们在大型间房还是有遇过这类型的客人 你买我们的客只是单纯希望有人陪你运动而已 OK 这不是我想要的客群 对我们来 我来我这边上课多数都是真的是想要 改变自己 强化自己 对所以我们的特色多数还是以 诉求以 你来这边我一定会让你有感的 去改变自己的状态 OK不管是身形啊 体力啊 心扉功能啊 甚至说脑袋就是脑袋的知识 你对运动的认知到底是什么 对 都一定会给你 有回馈的 对然后 我们 最主要的还是希望来这边上课是 你是有自己的空间 OK有自己的隐私 就有点像你来到自己的地方在运动 而不是像 健身房就是我今天去健身房就是冰冷冷的器材 跟我 而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我希望来这边就是 你来这边是有一种 像回到自己家回到自己的主场这种 感觉 对 那是有温度的 然后是有人 教你运动 有人 陪你运动 教你运动 跟着你一起去成长 去 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真的是以舒适感为主啦 这一个大方向 对对对 一个有温度的空间 然后可以针对就是 客户的需求去做 你们的 比较 针对性的 一个课程 去做 对对对 内容 对 主要课程内容 当然就是有一队的 诗人教练啊 然后有 很多的 团体课程 对 那还有 我们还有教 全级课程 多数都是以客制化的 只要你想学 只要你想学 我会尽量帮助到你的 我都可以教 真的说很特别的是 我们还有 有学生想学篮球 那我们就真的教他篮球 因为我们也有 也有资源 就是可能说 真的是篮球教练 我们就请篮球教练教你 OK 你想学用 我就请游泳教练教练教你 那其实不会 不会把自己 锁在这个小空间里 其实我们可以 带到户外去做其他运动 一样是可以上课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 教学生 让他认识运动 对你来说是有很大帮助 而且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他不是冰冷冷 单纯只有肌肉跟脂肪 跟体态这种东西 只有这 这么简单的关系而已 对 确实以 健身的 角度来说 其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空间 那在这个过程中 毕竟您从一个职员 就是跳到 经营者的一个身份 那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挑战 挑战 其实是 每天都在挑战 应该说每个月 都是在挑战吧 因为 最大的挑战可能说我们当初 创业资金就这样 那你 创业 然后成本控制 也要控制得当吗 然后 剩下的资金就大概就剩那么多 然后到后期你要经营又要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刚开始都是在烧钱的开始 对 然后 到后面有遇到 资金上的问题 我可能说 这个月 户头只剩这么多 好像发不了一个月的薪水 对 就剩这么多 那到底要怎么办 再跟股东 说 不好意思赔钱赔到只剩这些嘛 也不对啊 但是 那个月我们就是有自己去努力 从各方面很多面向去 调整 OK 可能说以前不曾做活动 你就要学习去怎么做活动 你文案写得不好 那你就要学着去怎么去写文案 对 那 要自己去 知道为什么你让公司 赔了这么多钱 那到底是哪些地方 做错了 对 这个东西就是要一步一步去分析出来 对 然后 当然在那个月我们也存活下来了 所以也不用跟股东说 我们赔钱 需要再 请你再拿多一点钱给我们 不能 这对我来说是太 其实 太不尊重股东了吧 对 所以那个月我们也撑过了 到现在也 走到正式的轨道 那也有 有一个好的盈利模式 一个健康的盈利模式 对对对 了解 所以其实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 对对 虽然说是挑战 但是其实也 因此而获得 是 这样子 那 在这个就是积极 运动空间 阿正会想要带给消费者 是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品牌印象 品牌印象吗 我希望 来这边 品牌印象 我是希望 感觉就是 你听到 GiGi这间店 OK 可能说这间公司 它是一个 乐于分享的地方 OK 那里面的人都是很真诚的在 互动交流的 而不是像商业 那么 硬邦邦的商业空间 就是你买客 不买就拉倒 没有这么简单的东西 甚至说 来这边你不买客来跟我们询问 我也很乐意去 分享给你听 因为我觉得 就是 我们想要改变 多 改变多数人对运动跟健身的观念 他不一定是很多是 价钱上的 问题啊 当然 也有人会因为价钱啦 对 但是这都是可以去讨论的 所以 我刚讲就有 我们希望 我们要真诚 然后 热于分享 然后来这边是勇于挑战的 对 OK 所以 你要去挑战自己 然后 我们也希望 带给我们的学生是有成就感的 对 我们 你有成就感 你才会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上课是有效率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关系 关系这一块 为什么讲关系这个名字 这个 这词汇是因为 我们希望我们跟学生 学生跟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然后对 那是有互动的 有温度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单一就是教练跟学生这么简单的东西啊 对啊 这个东西都是需要 接触了 体会了 才 可以 知道 我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 了解 因为其实品牌也是要透过时间慢慢的累积 对对对 让大家会熟知 但是我听到的是 这个跟阿正当初的一个起心动念 其实是一致的 对 他们就是走在同一个路线上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接下来的计划是 接下来三到五年 你会想要去执行的 当然 我 最大的目标 我们先讲最大的目标 对 最大的目标 一个最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把 整个运动 不要单纯就是健身健美这个运动 因为运动有很多种 我们希望把运动整可以甚至说串联起来 让大家可以跟 喜欢运动 享受运动 那 最好是可以跟我们在地的 台湾市在地的运动协会去合作 对 那合作我们甚至可以帮活动 让多数的 多数的喜欢运动这件事情 对 你可以喜欢骑脚踏车 你可以喜欢 玩水上活动 你可以喜欢 登山 都OK 这都是运动 对 健身这个东西只是单纯是辅助你 在运动上的表现有更好的状态 甚至说可以更安全的运动 对 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肌肉脂肪 这种 简单的东西 对 然后 你有运动你才容易跟人家 有更多的密切的连结有关系 就像我们男生很多 多数都喜欢打篮球 打篮球就有很多 打篮球的朋友 对啊 这就是一种关系嘛 对 所以你去从事运动 甚至说你可以影响你的家人 带他一起去运动 带他去爬山 这也是啊 对 所以我们希望 未来最大规则是我们可以跟各大协会去合作 甚至办 活动 都OK 然后 这是大目标 然后 小目标是我们希望 慢慢的去 拓展到 二到三间的工作室 而不是健身房 因为我们还是以上科族群为主 因为 当然 健身房产业 大公司在做啦 这个还是由 资本的比较多的公司去执行的 那我们在做就是帮助 真的想要改变的人 你不知道从何去改变的 所以我们那边的定位有点很好 是有点像补习班的概念 对 你不会运动 我教你运动 就是 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 每次都来找我 你来这边可以当补习班 我就是强化你 或是 教你 会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们会定位把自己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到后面 我们希望设立一个 可以变一间比较大的 综合的 运动空间 有点像体育馆吧 里面当然是希望他有篮球场啊 或是健身的啦 或是跑道什么 这些都很好 但是 那是需要很 很长远的计划 规划 对 这件事情也蛮令人值得期待的 可以带动整个 运动产业界的一个 对 就是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新的风潮 对 会不一样的东西 了解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阿正 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 就是说如果有朋友想要创业 想跟你走相同产业 去切入市场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跟分享给他们 我觉得是 很多东西 当然你要规划好 然后有自己的规划 一步一步的去 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挑战 对 然后就是去面对他 很多你只要遇到失败了 当然 也不是坏处啊 因为这个是可以使你成长的东西 所以你去面对他去 想办法去 改善这个失败 然后你这个 这关过了你当然下一关还会再遇到一个失败 但用同样的方式你会慢慢去 去 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也不用想 一定要赚什么 一定要短期去获很多力吧 对 因为你只要把对的事情做对了 然后当然就是 会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所以 脑袋 不要一直想着 一下子要赚很多钱 但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觉得是 脚踏实际 一步一步来 会比较好一些 对啊 就规划好之后 做对的事情 那其实时间就会去发酵 对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运动去串联 这人之间有很多的感动 那我看到的是就是积极运动空间可以去协助他人改变生活这件事情 对那也很感谢阿正跟我们分享真的是感受到你的真诚 还有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勇于面对一切挑战的人 谢谢阿正 谢谢